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海外华人直播温哥华报道 记者书新综合报道 中国修订新法 有权要求公民在海外协助收集情报文章来源 RFA于2018年12月8日 中国华为公司副董事长兼财务总监孟晚舟 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后 有法律界人士发现 今年新修订的国家情报法 讲明国家情报机构 有权要求公民和组织在境外协助进行情报工作 国家亦有责任予以保护 营救 路透社华为副总裁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后 有法律界人士发现 今年新修订的国家情报法 讲明国家情报机构 有权要求公民和组织在境外协助进行情报工作 国家亦有责任予以保护 营救 有舆论质疑 中国政府高调要求加拿大政府放人 间接证明孟晚舟的另一身份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17年6月27日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情报法 不足一年又做了修正 今年4月27日实施 该法旨在加强和保障国家情报工作 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 并由中央国家安全领导机构对国家情报工作实行统一领导 其中第10条写道 国家情报工作机构根据工作需要 依法使用必要的方式 手段和渠道 在境内外开展情报工作 第14条 国家情报工作机构可以要求有关机关 组织和公民提供必要的支持 协助和配合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周四向加拿大和美国政府表达强烈抗议 要求市民营企业华为集团首席财务官孟晚舟 让人怀疑孟晚舟有官方身份 因为中国国家情报法提及个人因协助国家情报工作 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时 可采取必要措施 予以保护 营救 北京律师程海本周五七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 中国人在国外获取本国所需的情报 虽获得中国法律保护 但该法律在国外是无效的 这条规定是无效的 法律的有效性以国际法为标准 中国的公民在国外从事活动 该法没有效力 所以这个规定是立法方面的一个笑话 任何一个国家自己制定的法律 在别人管辖的地方 你也要管 很违反常识 孟晚舟首先她的行为是不是涉及到在国外违法 我们要搞清楚 等暴露出来了 反映出来了 我们在发表评论 程海认为 中国外交部上尉等外国公布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涉嫌罪名 就发表评论 显然不妥 她希望美国政府尽早公布案情 以避免更多的猜测 北京著名律师莫少平对本台说 上述情报法只能约束中国公民和组织 肯定跟外国相关法律相冲突 你正当合法搜集情报无所谓 但是被国外法律认定你搜集情报是非法的 那么国外的司法机关可以依照国外的法律规定 追究这些人的刑事责任 这就是属地管辖的原则 情报法令国际社会感到不安情报法第23条列明 国家情报工作机构工作人员应执行任务 或者与国家情报工作机构建立合作关系的人员 因协助国家情报工作 其本人或者近亲属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时 国家有关部门应当采取必要措施 予以保护、营救 有学者认为 中国外交部及有关当局近期发表声明 要求释放孟晚舟其实就属于营救行动的一部分 这证明孟晚舟另一种国家身份 莫少平律师说 公民部应该有帮助政府情报部门工作人员搜集情报的义务 中国情报法立法 存在问题 你应该是专职的 你这个国家的情报机构 你这个国家的安全机构才有这个责任 承担搜集情报的主体 只应该是国家情报机构的人员 不能把它扩展到任何一个公民个人或者一个企业 它没有义务为你国家搜集情报 莫律师表示 情报法立法将承担情报搜集的主体扩大到每一个公民身上 为他们在海外工作及生活带来一定程度的危险 中国富商郭文贵在美国爆料中国官场内幕后 去年5月16日官方低调公布首个国家情报法草案 将实施范围扩大至境外 赋予当局极限人在海外监控和调查的权利 虽然这类做法早已存在 但以立法形式出现令国际社会不安 海外华人直播记者采访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评论员认为 中共的此举动如同日本军国主义者强迫公民出国收集情报当间谍 这实质是对全体国民实施战战争绑架 如何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订阅打赏和点赞 我们才有资金和动力制作出下一期节目 我们始终不伴高声 我们力求直播传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